天刚蒙蒙亮 城门开了 密秀英走出了城门 从这儿到北京整整四十里 我怎么走啊 干脆我顾个脚吧 这时候呢 大道底下有人嚷 谁上北京啊 我这有车 多少钱都行 密秀英一听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这不是胡大哥吗 胡大哥 您推我上北京吧 哎呦 大哥子胡锦忠一瞧 哎这不是大妹子吗 上北京有事吗 这个大哥子胡锦忠 他的父亲跟李唐龙的父亲 还有立不天关闭海山有交情 所以呢 他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 都是被所三所害 大哥子胡锦忠 跟他母亲搬到了张家湾 到通州吧 看见四爷了 所以呢 又来往上了 李四爷两口的心眼好 就常接起胡锦忠 胡锦忠呢 欠了李唐龙几十两银子 谁说李唐龙不要 可是胡锦忠 太要脸呢 没钱还 所以一年多呢 没上李唐龙他们家串门去了 今天 看见大小姐了 胡大哥呀 您怎么老不上我们家去了 嘿 欠了银子 没脸登您的门 几两银子算得了什么 大娘好吗 我妈挺好的 大妹妹上北京啊 上趟北京啊 你这兄弟唐龙 唐上官司了 什么 他挺好的人 怎么唐上官司了 得了 你推我去一趟吧 因为四爷的干爹在宝局 把东西侯文城给踢死了 四爷呢 替干爹打官司 恐怕命啊 都保不住 咱们快走吧 这胡锦忠一听就急了 什么 那疯老头子是您干爹 胡大哥 您认识 嘿 他上通招来啊 就是我推的车 他说给一吊钱 到通州没钱 让我给他当了一个小石头码 当了一吊钱 算给我车钱了 大小姐 您不知道 这老爷子有疯病 能吹着呢 您说这一吊钱 我回家能给我妈买什么 得了 我想上宝局压一宝去 赢了呢 多给我妈买点面吃 没想到我到了宝局啊 正赶上这疯老头子放阵 我瞧着呢 他一脚把侯文成踢死了 您说四爷 怎么认这么一个干爹呀 为他打官司 不知不知 来来来 咱们回去 把这老头子送到公堂 把四爷换回来 胡大哥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干爹是好人 为干爹死都值得 哎呦 你们两口子 怎么这么糊涂啊 别说了 赶紧推我上北京 到北京就有办法了 是啊 您这父亲是力不天官 能没办法吧 走就走吧 谁让你们两口子愿意呢 胡锦忠把小车 推到了密秀英面前 密秀英上了车 大哥子一看呢 我推老爷子用的这半山破墨 还在这搁着呢 男女少说不亲 我推大妹子 就不能推别人了 得了 我还把这半山破墨搁上 胡锦忠搬起了破墨事 放在车上 大妹子您瞧 这半山破墨呀 就是我推那位老爷子的时候 在小车上衬着的 胡大哥呀 快走吧 这胡锦忠呢 低头哈腰 用手提鞋 哎 别着急别着急 大妹子我提这鞋 提完鞋快走吧 哎 别着急 哎 我担担土 密秀英明白了 胡大哥呀 您是不是早上起来 没吃东西呢 哎 大妹子您说对了 得了 我给你俩钱 你赶紧吃点东西 密宿英往豆里一摸 哎呦 我出列荒唆 没带钱 大妹子呀 得嘞 这是我命不好 饿着 走呗 胡锦忠 推起小车 上了大道 快到北京了 就瞧大道上 黄土垫刀 净水破街 不少官兵 哎 百姓们听着啊 赶紧掐大道 一会神力王老千岁来了 经了官 留神脑袋 这扎兰搭 带着兜兵 望下轰打闲人 大妹子 您可坐稳着点 我推您下大道 密秀英 心说神力王来了 可能接驾起来 正合适 我是皇上的干闺女 又是钦差大臣 别人下大道 我不能下去 胡大哥呀 用不着下道 官兵不敢拦 不敢拦 嘿嘿 我是推车的 我要上大道 这官兵拿鞭子抽我 他不敢 他要真抽的 您给钱是怎么着 胡得跟您穷疯了 他要真抽您一鞭子 妹子 我给您十辆银子 好嘞 我也豁出去了 反正我也是个穷 胡进中往前推车 扎兰搭能不拦吗 过来对着这胡进中 啪 就一鞭子 胡进中往旁边一闪 这鞭梢撩着了 哎呦 大妹了 您记得可一鞭子了 哎 密秀英心说 我这哥哥真是穷疯了 密秀英冲着扎兰搭一瞪眼 干什么 动手大人 你是干什么的 啊 不下大道 还敢弄眼 难道说你是皇姑奶奶吗 不错 正是你家皇姑奶奶 你还不给我妄下战吗 扎兰搭心说皇姑奶奶 这两天北京可竟出细心事 听说皇上收了几个干儿子 这位姑奶奶要真是皇上的干闺女呢 我别惹事 我先问问吧 哎 哎 这位姑奶奶 您怎么敢在大道上走啊 一会儿神力王老千岁 要由此经过 您就不怕惊着嫁吗 告诉你 我是你家的皇姑奶奶 我问你 哪位官员 给神力王开道啊 九门提督政堂 陶之连陶大人 你啊 命陶之连 前来迎接 钦差大臣 啊 您是钦差大人 那您把皇上的旨意拿出来 让小人我看看 皇上的旨意你能看吗 小小的扎兰搭 你好大的胆 这扎兰搭心里琢磨这真的是假的呀 说的还真玄乎 得嘞 我别大爷 行 您在这等一会儿 扎兰搭说完 没头就跑 跑得这叫快呀 有点起火门 奔了东四了 九门提督政堂 陶之连大叫就到了 因为神力王千岁 奉政公国母之命 带着兵 要到通州去接驾 前边开道的 正是陶之连 这扎兰搭跑得快 教夫看见了 就知的有事 就把轿子落平了 轿子刚着地 扎兰搭就到了 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哎呦 陶大人 你奶奶到了 陶之连气坏了 把轿人一挑 怎么说话呢 哎呦 陶大人 你奶奶 大胆的奴才 陶大人 可不是奴才 我不会回话 干脆您看看去吧 大道上来了一位 附到人家坐着读诺车 说是奉旨秦差 让您接旨 哎 谢谢 陶之连也琢磨呀 头两天来个十金龙白亿龙 在朝方来我一万吧 我找个大伴 现在又来一奶奶 奉着秦差 我呀 别找娄子 我瞧瞧去吧 扎兰搭 头前带路 扎兰搭在头楼跑 陶之连一踹着轿底 轿子起轿了 出了旗后门往前走 迎面正是大个子的独轮车 陶之连一瞧 推车的挺高的个儿 车上坐了一个年轻的妇女 一踹轿底 轿子落平了 从人掀起轿帘 撤去了扶手板 陶之连下了大叫 卖过轿杆 站在大叫前的琢磨 是我见她呀 还是让她来见我呢 扎兰搭 你让车上这位女子 下车来拜见我陶大人 是 扎兰搭走到小车前边 奶奶 她也不知道叫什么了 您瞧 站在您对面的是 九门提督陶大人 您赶紧上前拜见 不就是陶之连吗 让她前来见我 哎 扎兰搭又回来了 陶大人 奶奶可说了 让您去见她 陶之连一想 我别招事 过去就过去吧 走到了密秀英面前 深深一礼 请问您是何人 在下是九门提督陶之连 陶之连 圣上在通州罢有难 你们不去接驾 好大的胆子呀 陶之连 你接旨 陶之连抬头一看 小姐手中捧得正是皇上旨 赶紧跪倒在下 趁陶之连靠见皇上 还有此刻 我去看 这才能得起来 到ciu 对 来 其实 我们不去见 都不去见 我们不去见 一瞬之 W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